为了筹备这2018 民进党筹足了民主秘训奖座 今天号称民进党永远的秘书长邱毅仁开奖 他以自身为例 回忆当初跟前主席徐信良意见总是对立 他也提醒年轻党员们派系的对立跟争辩 不只是让民进党更精彩 也可以让党继续前进 以掌声来欢迎我们永远的秘书长 邱毅仁邱毅仁秘书长 在掌声的簇涌下 号称民进党永远的军师 前秘书长邱毅仁参与党内的民主秘训 为年轻党工们担任讲师 也提到民进党之所以精彩 来自于党内的互相争辩 我跟许信良主席的意见 大概一直没有一样过 但是这么多年到今天 没有减损我对许主席的尊敬 更难得的是在这些争辩讨论的过程 能够慢慢走出 寻找出这个党要走的路 强调党内同志可能会出现 意见不一的情况 邱毅仁也以他与前党主席 许信良为例 强调两人意见从来不一致 但从未减损对他的尊敬 秘书长洪耀福也坦言 党内经历过数次辩论 才得以让民进党继续前进 民进党一路走过来 并不是一路平顺 并不是这一路都这样一路上坡 这个党也经历过很多的争论 过去党也在走过来的这个阶段里面 不管这些讨论 这些论辩 都是党珍贵的历史的资产 派系间的冲突对立 让民进党更加精彩 邱毅仁以自身为例 而提面命提醒着年轻党员们 魔王初衷 欢迎新闻江选东科华民 丁上辰台北报道